最近台海局势不断的升温 共击绕台不断 文攻武嚇好不热闹 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作得紧死得快 所以美国就继续出售台湾武器 外界曾猜测 美国最新出售台湾的武器可能多达7种 在10月21日 第一批3种已经确定 这些武器系统能做什么呢 又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这期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大家好 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欢迎来到德长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我们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都没有出售给台湾攻击型的武器 尤其是奥巴马和马英九时期 这两匹马都不怎么样 差一点就把台湾卖给中共了 可是自从川普上台以后 风向就变了 有人戏称川普为川建国 要把美国给重建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为什么说是再次伟大呢 因为美国前几朝腐败无能的政府 已经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给腐蚀的千疮百孔了 到处都充满了蛀虫 川建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站了出来 必须重塑美国的价值观 重建美国应该有的秩序 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具有同样价值观的民主国家 就都雨露均沾了 中华民国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 是恶守中共咽喉的要地 在军事上将这个邪恶的共产党政权 牢牢的困在了笼子里 笼的传人呢 他就这么诞生了 可是呢 最近这个笼子啊 有点不太牢固 中共这条恶笼啊 在里面张牙舞爪啊 所以必须得给他点教训 中共只要继续作 美国就卖武器给台湾 增加台湾对抗中共的能力 把台湾打造成第二个以色列 之前呢 美国卖给台湾的都是防御性的武器 而这次首批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呢 都是进攻型的 可以说呀 将台湾的军事打击能力 又提升了一个层级 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我们一个一个的详细说明 首先呢 是AGM-84H 空对地导弹 又称鱼叉 咱们先不管这个导弹声色的参数 就先说说它的特点 就是它能做什么 这是一款可以在空中发射 对地攻击的导弹 而且增加了行程 最大射程可达270公里 之前呢 美国已经确定出售给台湾F-16V战机 这个导弹呢 之前是配备在F-16战机上面 那么挂在F-16V上 自然不在话下 武器和弹药呢 都齐了 一旦中共武力攻台 台湾可以用这个型号的导弹呢 进行反击 直接攻击福建沿海目标 比如中共短程导弹 火箭发射阵地 登陆舰船集结地 这款导弹呢 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舰船 作为反舰导弹来使用 AGM-84H空对地导弹呢 在发射之前 由飞机上的探测系统提供目标数据 也就是说F-16战机 作为空中的发射平台即可 因为有预警机提供侦测的数据 只要把数据输入到导弹计算机内即可 这款导弹使用的是全球定位系统和红外线成像 进行导航和控制 可以击中移动和静止的目标 导弹发射以后 仍然可以在空中进行远程控制 如果原始目标已经被破坏 或不再有危险 可以重新定向新的目标 可怕的是 导弹在发射后迅速下降到60米左右 以0.75马赫的速度飞行 在距离目标一定距离时 引导头根据所选定的方式开始搜索前方区域 在捕获目标以后 近米步下降高度 并贴海飞行 这样雷达就很难发现它的行踪 当接近攻击目标时 导弹会突然跃升 然后向目标俯冲 穿入目标内部 然后爆炸 这款导弹太适合台湾使用了 大陆和台湾隔海相望 只要F-16战机做两个动作 起飞到指定位置发射就可以远距离打击目标了 中华民国空军的F-16Block 20 是全世界F-16足系中 第一款整合鱼叉导弹作为主力反舰武器的 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行动中 美军使用了这一款导弹 可由各种战机携带 导弹的最高速度可达855公里每小时 刚刚这款AGM-84H导弹 可以主要攻击沿海目标 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 单纯就军事要素来考量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那么以弹道飞弹执行源头打击 则是反制解放军渡海作战的最佳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款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一样是用于反击福建沿海的中共军事目标 并且可以打击中共登陆舰船 美国这次出售了11套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给台湾 很显然是练习用 让国军官兵先熟悉熟悉设备 未来应该会采购更多数量的发射车和飞弹 我们还是先说说这款飞弹发射系统能做什么 M142海马斯火箭系统中的两个发射箱 可装载12枚火箭或两枚MGM-168战术导弹 在全自动模式下M142发射准备时间只需要16秒 M142采用的是六轮卡车底盘 非常适合公路绵密的台湾 如果加上伪装以后 与民用的十轮卡车基本上一样 具有非常好的灵活性和隐蔽性 速度又快 最要命的是M142可以发射地对地导弹 这次卖给国军的应该是最新改良型MGM-168Block IVA 导弹射程提高到300公里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限制 而是基于飞弹科技管制条约 对于可供出口的战术弹道射程的上限 实际的射程可达500公里 大家知道海峡两岸的直线距离最近180公里 最远410公里 M132海马斯火箭系统有三人操作 包括炮手 驾驶员和指挥官 机动行驶距离可达480公里 行驶速度可达85公里每小时 可以随时机动部署 操作简便 完成一组发射后可以立即转换阵地 再次投入战斗 所以只要M132在台湾岛内这么一藏 将来配位数量足够多 对于中共沿海的军事目标和集结的军队 都将是致命的威胁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经过引导系统改良以后 以及弹头的引信 虽然他改用单一的500磅的高爆弹头 但是可以选择穿入目标在引爆 或者是在半空中引爆的不同模式 对付点或面的目标增加了任务的弹性 必要时也可以将高爆弹头转换为核弹头 美国的微型核弹技术是非常的发达 中共无脑的战狼和粉红经常抱着核弹耍流氓 真打起来以后谁输谁赢这个还真不好说 M142海马斯火箭系统在扫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历过实战的考验 此外MGM-168 Block IVE增加终端主动雷塔寻标器 以及加装资料链 能从友军单位获得目标 更新资讯修正弹道以后 精确命中海上的舰船 加上三马赫的终端速度 以及由上而下穿入船身内 引爆500磅高爆弹头 对大型船舰也有极强的破坏力 如果配合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F-35战机 那就是一个整合的作战系统 还有前面提到的F-16V战机 搭载上AGM-84H空队队导弹 作战的破坏力将是非常可怕的 在不考虑通归于尽的打法 这种情况下 中共的登陆作战最后一定得靠登陆舰 想想都可怕 如果这样的话 共军不可能将所有的M-132火箭系统全部摧毁 到时候多少老百姓家的孩子将成为海上的炮灰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MS-110机载征兆夹舱舱 MS-110多频谱机载征兆夹舱舱 是由战机携带的先进侦察系统 它可以即时的将空罩的讯息传回地面 目前广泛运用在美军的MQ-9无人侦察机 F-15 F-16 F-18以及北约战机上 最有意思的就是安装在MQ-9上 让领导先走 马列子村的地下室估计要更隐蔽了 要不然就得先走了 同时它可以为前面提到的AGM-84H做引导 提高打击的精确性 另外它还增加了F-16战机的有效侦测距离 这一点在空战中也尤为重要 抓住了战场的先移就等于拿到了胜利 MS-110声色难懂的具体数据就不具体说明了 有兴趣您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总之是显著的提升了台湾的情报侦察能力 那么以上获批的三项武器采购 将使台湾增加适度的远程侦察反击能力 改变目标只能被动防御的态势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源头打击 给台湾配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敌未动我先动 抓住战场上转瞬即逝的战机 决胜于台湾之外 当然了单凭绝对实力和武器的数量 台湾无法与中共匹敌 但是呢 现代战争不是仅凭数量就能取胜的 还有政治因素 外部知识和科技实力 想要兵不学人拿下台湾呢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中共就要考虑利益的得失 如果得不偿失 甚至导致政权崩塌的话 他会打吗 除非习近平失去理智 此三项对台军售 无疑增加了中共军队武力攻台的难度 美国应该还会批准更多的 售台武器项目 尽量弥补台海的军事不平衡 阻吓中共的攻台企图 防止可能的战事发生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大幅转变 与美国与中共政权脱钩 直接相关 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中共的外交部 国防部马上表示不满 但这是近来中共军机军舰屡屡威胁 骚扰台湾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共还一度宣称不承认海峡中线 并释放各种以往视频 继续武力恐吓 10月22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 参加所谓的台湾光复的会议 也谈到75年前抗日战争胜利和光复台湾 我们都知道 在75年前 美国向日本发起的大反攻直逼日本本土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告投降 9月2日盟军的最高统帅迈克阿瑟发布 一般命令第一号 指示各地日军向同盟国投降 命令中规定台湾的日军 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中正将军投降 10月25日 日军在台北工会堂 也就是现今的台北中山堂 正式向中华民国投降 于是10月25日成为了台湾的光复节 这段历史与中共政权毫无关系 中共政权没有真正抗日 却趁日军侵华不断的扩充军队 抗战胜利以后 中国人民没有得到和平 中共随后就发动了内战 1949年在中国大陆暴力夺权 至今才71年 与75年前的历史根本就不沾边 在抗日战争中 美国对中国帮助最大贡献最多 却没有索取任何回报 还要求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华民国 没有真正抗日的中共感谢日军侵华 却始终视美国为敌人 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对战 中国政权反美71年 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危局 武力攻台的梦幻也彻底的破灭了 若中共铤而走险 无异于迅速的自掘坟墓 好 如果您喜欢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